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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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和味道又是怎样的呢 今天点的是什么呀 今天是薯锅拌饭 薯锅拌饭 味道怎么样呢 味道挺好的 这个是酸汤肥牛 酸汤肥牛 然后呢这个的话它是多少钱啊 三十八 三十八 我看你们两位是一起来再分享一个 对不对 放开上去我觉得蛮油的这个放开上去 对对对 但是但是其实它味道还可以 而且它不是这个好像不是那个很油的感觉 它是一种像番茄汁一样的这种酱料 所以所以就是看上去吃上去感觉不一样 对对对 上班的 就在楼上 就在楼上 那您是经常过来还是说每天会去不一样 因为最方便嘛 最方便 所以来这里的频率会比较高一些 而且我看下面好像选择也挺多的 对 今天您选择的是什么呀 无际的麻辣锅仔嘛 麻辣锅仔 哇这里面是什么方便面吗 它可以加的 自己选料的 哦 你们用方便面拌饭吃啊 这么重口味 没有 当另一份主食嘛 另一份主食 开玩笑 需要下来两个人差不多 人缺二十四块 这个还是那个 所以这样的话还好 如果单独仔吃的话可能有点贵 对对对 所以每次都会叫一个同事来陪你一块吃吃 对像这种大型的就两个人吃 本身总归下中午是会结伴来 对对对 无论是生煎小龙还是包仔饭西北面 这里的选择性绝对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 而且再加上适中的价位 不仅吸引着周边的上班族 更是购物逛街之后享受美味的好去处 美食新地标第一站 锐油百货美食广场 我找了一家餐厅的厨房 因为我要给各位露一手 来炒两个菜让大家看一下我的厨艺 锅呢 真是没有锅 炉灶也没有锅也没有排风颤也没有 你好你好 你是这是工作人员是吧 我没走错吧 这是一个餐厅的厨房对吧 对啊这边就是厨房 开餐厅厨房里面没有锅也没有炉灶 你们这是什么厨房啊 对啊我们这边就不需要锅和炉灶 不是那你们炒菜怎么炒呢 在哪炒呢 在顾客的食桌上面炒 在顾客的餐桌上炒菜 对 您瞧新行这一脸困惑 这到底是什么菜要在食客桌上炒呢 美食新地标第二站光启城 2012年5月开业 上榜店家胡椒厨房 上榜旅游 焚香铁板牛排 啪啪啪啪上桌炒 在宜山路上的光启城 时尚购物中心5楼有这样一家餐厅 一走进去就能闻见阵阵喷香 还能听到餐桌上发出啪啪啪的响声 好不热闹 第一次来 第一次过来 对对对 怎么想得到这边来的 主要是被它那个广告所吸引的 觉得它比较特别吧 上来的话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生的 然后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入手 然后那个服务员马上就过来帮助我 然后翻炒一下 然后我也尝了一下 感觉这个牛肉入口就化 味道非常不错 您今天是点了一份什么呀 BB2的一个牛肉加鸡排 你感觉他们家这种这个味道啊 各方面怎么样啊 味道还是很嫩的 然后也很入味 特色是里面的一个吃饭的器具 比如说这个碟子的话 刚刚端上来的时候还是滋的很热的样子 其实它下面是没有火的 可以保温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自己在上面烤等等 还是比较特别有意思的 那就还有一个保温的一个作用了 就吃完了以后它还是热的 对对对 原来奥秘就在这个看似普通的铁盘上 持续的高温可以让您尽情享受自己烹饪的乐趣 你好你好大伙 我看你是看着这个生肉在发呆是吧 是的我也很迷惑啊 赶紧炒赶紧炒 赶紧把它就是黄油抹匀 然后把这个肉要翻过来 你今天是第一次来他们家吃东西吗 对对对我第一次来 我看着这个很新奇是吧 对对对 甜吃的话都是别人就是炒好的嘛 然后端上来或者是三分熟七分熟 不会让你自己就是DIY的 蛮好玩的 我以前在澳洲留学的时候 在澳洲吃过这个各种蔬菜 食材在一起的 你觉得这边做的这个味道怎么样 我觉得首先这边它是比较方便 因为它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嘛 不用我们自己再动刀切 然后可以自己调控制那个生熟 因为我平常吃牛排喜欢吃嫩一点的 我觉得刚刚尝了一下 比较嫩还蛮好的 然后他们家主要是推从DIY嘛 所以各种调料可以用 我比较喜欢放这个蒜香汁 还有就是胡椒 对 我看上还有胡椒 还有盐 还有辣椒 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 对对对 来调这个味道 因为我喜欢吃辣一点 所以会放胡椒和蒜香汁 比较好吃一点 对 这样的形式让食客们 充分看到了食材的新鲜度 不仅快速方便 还很有乐趣 当然最让我们好奇的是 这铁板究竟是怎么保温的呢 很多食客都特别的觉得好奇 也觉得很惊讶 铁板我们吃过很多都是在 比如说炉火上 煎好了以后端上去 但你们家是生的就上去了 我现在是满脑的全是问好 你懂吗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是通过一个金面板的电磁炉 然后精确的计算温度 看到我们这边是一套铁板的 然后我们这边一个控制的感应按钮 然后这边按钮按下去以后 它会在70秒之内 把我们这下面的电磁炉上面的铁板 加热到260度 叫了 因为刚刚你按了一下 所以它将就报警了 就是到了260度 它自己就停下来了 我看到 这里有显示呢 260 这边有一个红外线的感应 红外线 这个小盒子是红外线的感应 哎呀 我还以为是放那个调味料的 一个小盒子呢 它来感应它的温度 一定要保存260度吗 这个温度有什么讲究 这温度是我们通过一个测试 然后它可以让我们的铁板 可以长时间的 从260度一直降到80度 这中间一段时间 可以把我们的生的食物给烤熟 然后再保持80度的高温 持续20分钟 顾客可以在自己上面自娱自乐 瞬间的高温 锁住了食材的原汁原味 当然这更要求牛肉要足够新鲜 挑选起来也是很有讲究的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很多人 点的是那个双尿牛排吗 对对对 这个牛排的这个牛肉 是选择哪里的 我们的牛肉呢 是选择澳洲进口的 然后从澳洲空运到上海这边 然后它的牛肉的部位 是在一个牛的脊椎这里 然后它为什么叫双酱呢 不是因为它是解冻好以后的牛肉 是因为它的那个肥肉 就是肥膠像这样 分布的非常均匀 像雪花一样 所以说德米亚叫双酱牛肉 除了牛排之外 店里还有多款的意大利面 饭类可供选择 第一次来的顾客服务员 都会耐心的帮助示范 如果你也想来体验一下 在这里吃饭的乐趣 不妨乘坐地铁到宜山路站下 尽情做一顿 本职属于你自己的大餐吧 美食新地标第二站 光企城胡椒厨房 对于上海人来说 淮海路 南京路 四川北路 都是逛街购物的好地方 这些年来呢 四川北路发生了一些变化 你看看 在这样一条老的商业街上 竖起了很多新的肖皮膜 今天呢 我就到这里来看一看 看看这些新的商场里面 有一些什么好吃的啊 美食新地标第三站 深宏广场 开业时间2012年9月 上榜店家新一会 上榜理由 创新吃法 体验一国风情 活动优惠 享受平价美食 作为上海老字号的商业街 四川北路 可是凝结了不少人的回忆 如今很多崭新的商场里 也是美食灵力 吸引着八方时刻 乌节路 圣桃沙 牛车水 各位不好意思 差点迷路了 有没有发现在这样大型的 小平坡里面 你往往更容易发现一些像这样 主题性非常强的餐厅 通过刚刚这些路名 知道是哪了吗 没错 这里就是新加坡主题的餐厅 新加坡菜融合了泰式 潮州以及马来西亚菜系 创造出独特的口味 而来到这里用餐的时刻 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环境蛮好的 人也不算太多 就是挺舒服的 首先是它的那个菜吧 因为去饭店肯定是菜好吃才那个的 然后其次就是那个价格 再加上交通比较便利 地铁站出来就是很方便 我觉得感觉就是蛮休闲蛮舒服的 而且环境各方面都还蛮干净的 所以说看这个桌子啊 地面啊等等之类的 我都觉得很不错这样 干干净净的 对对对 你今天是怎么过来的 今天开车过来的 而且停车也蛮方便的 对对对 他们就是经常有什么 好像最近有个什么周年庆吧 然后还有什么特价菜 反正经常会有一些活动之类的 真的啊 人不多 环境好 味道不错 打折很多 怪不得能留住时刻的心 而且行行还在桌上 发现了一种创意的吃法 是什么口味的呢 Lasa的口味 Lasa口味 但是是火锅的形式的 对对对 蛮特别的 其实在上海的话 就是像这样的Lasa的边炉 真的是不多见的 对对 你在上海其他地方有见到过的吗 一般都是只有Lasa面比较多 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就是说 用这个形式来吃Lasa 和一般的那种Lasa面的话 它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这种汤头它跟海鲜结合起来的感觉是还蛮不错的啦 那因为吃面来讲的话可能会稍微比较单调一点 那把它做成火锅来讲的话我们在吃上面的自主性会比较高 对也可以多加一些自己比较喜欢吃的料这样子 对对对 你刚刚尝过它的味道了吗 对还不错 你觉得这家做的怎么样 这个感觉 蛮地道的 蛮地道的 对对对很不错 像有很多涮菜 这些涮菜里面你比较喜欢的是哪几种啊 原则上的话 这个汤头一定是要配这个水芹菜的 就是这个 对然后再配上有虾 刚已经放进去 或者是一些贝类啊等等之类的 这讲是标配了 对这家是标配的 那像油条的话是这边特别的吗 油条蛮特别的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通常是味噌汤加油条 对那这也算是一种创新的吃法这样 那觉得怎么样刚刚吃了吗 还不错 还不错 对对 拉萨是新加坡独特的风味 用很多种香料调制而成 像这种打边炉的吃法还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食材上和普通的打边炉也不一样 你大家就要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了 其实咱们店里的这种 垃萨的吃法跟传统的是有区别的 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一碗就是传统的新加坡的垃萨面 对了 那咱们这儿是把垃萨面变成了垃萨的火锅 我们来到上海呢 把它在演义吃的是更方便 更加热烫烫一点 吃了感觉不一样 为了让大家吃得更热乎一些 所以这是你们的一个改良了 改良了 这种火锅呢 跟这个传统的就不一样 我们火锅呢 首先算海鲜 贝壳 这些料先放在 先算海鲜 先算海鲜 后面就放在菌类 带一趟蔬菜 最后面就蒙粉 这种垃萨边炉 主要以海鲜蔬菜为主 比原本的垃萨面更为丰富 而随着天气转凉 这种吃法相信会受到不少人的喜爱 主要的是呢 这样一份垃萨火锅的价格才49元 其实真的是还蛮亲民的 美食新地标第三站 山洪广场 新仪会 一走进这家店 我们发现很多食客都在对着这么一个小碗捣吃 这究竟是在干嘛呢 赶紧一探究竟吧 美食新地标第四站 高岛500货 2012年12月开业 上榜店家 名葬炸猪排 上榜理由 超后咬进炸猪排神秘酱料来调味 吃过了火锅 我们又乘坐地铁10号线来到伊犁路站 这里的高岛500货里面也藏着不少美食 高材食客们都在敲打的究竟是什么呢 摩他这个炒的这个芝麻 这是他们自己店家的芝麻 他就会先给我们一个芝麻 然后酱的话我们自己加进去 然后先把芝麻搅碎了之后再加上这个酱 这个倒是蛮奇怪的 我们现在只能确定这是一种调料 那么究竟是用来蘸什么吃的呢 我们就蘸他那个这边的那个猪排是特别有名的 炸猪排什么时候开始蘸芝麻酱料了 先不管是哪里的吃法 这个味道怎么样呢 它虽然厚呢 但是外面烤得很脆 里面还是很嫩的 炸的这个猪排特别好吃 咱们这个户上的这个猪排呢 因为要炸一些 这样的话才能里面那个肉才能炸熟 它以后味道才能进去 当然它这个呢 又厚的话 但是呢味道也进去了 而且里面是外焦里嫩 特别好吃 里面那个汁水也特别多 原来是日料里的炸猪排啊 我们观察了一下 这家的炸猪排不仅非常厚 而且外层也不像我们上海炸猪排那么细腻 显得比较松脆 香脆里面就是很软 我觉得这个猪排呢 非常正宗的这个日式料理 因为它用了不同的那个猪的部分 但有些部分它会像五花肉一样带点肥的 有些五花肉是非常筋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质量非常好 看来这里的炸猪排确实不错 不过作为上海人最喜欢的小食炸猪排 还是要来听听上海阿姨怎么讲 这个好像厚 我们那个炸猪排以前吃的稀释的 都比较薄 把那个猪排不是敲敲的薄薄的 那个面包粉呢就是比较细的 像这个呢我们就觉得那个上面的都比较粗的 炸出来就是吃的时候非常的香 吃的时候还是比较松软的 看来和上海炸猪排比较起来 它们也是各具特色 那么配合上这个自己磨的芝麻酱又会是什么效果呢 一般会蘸一下这个酱 因为这个酱的话 本身配的猪排吃就很好吃 因为有点酸酸甜甜的味道 就刺激我们食欲嘛 因为这个芝麻本来就很香 然后把它倒退之后的那个香味更加醇厚出来 然后加在里面就是更甜 更香味 那个酱呢是略带酸甜口味的 因为有的人吃猪排会感觉口腔比较油腻嘛 然后这个酱呢配上芝麻呢可以过滤口腔的油腻 让人更加有点食欲的 原来这芝麻不仅可以解油腻 还可以丰富口感 同时我们来到厨房也发现 这里炸猪排选用的肉不大一样 我们主要是用猪里肌 猪的里肌肉 就背部的那两条 对一整块全部是用里肌的 相对起来里肌比内排 内排部位的肉嫩滑一点 我们的是用整块的那种吐司面包 先烤熟了以后打碎 打碎因为相对起来比外面那种颗粒比较大 因为更容易锁住肉里面的水分 不仅如此 这炸猪排炸起来也很有讲究 要分高低油温炸两次 才能达到外酥里嫩的效果 最后切块并且配合上美味的芝麻酱 就可以上桌了 美食新地标第四站 高达500货名葬炸猪排 刚刚我们是通过高德地图的导航 来到了这家商场 非常方便 但是来到地图之后 我们真的傻眼了 因为我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壮楼 从一号楼到七号楼 每一号楼都有自己的电梯 怎么办我们就找 但是你要找几号楼 几号电梯 没有标识 于是我找一找 终于找到了 我们要去的二号楼 当然这是体外话了 不过这对我们顾客 方便找到店家 也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感情 好 接下来我们上去看看 咱们今天要吃的是什么 与其开车去 不如坐地铁四号线 或者七号线到东安路 就到达了我们今天 美食新地标的第五站 郑大乐城 2013年6月开业 上榜店家 小辉哥火锅 上榜里游 多种锅底 好似煲汤 海鲜涮菜 先上加鲜 刚到饭店时间 店里面已经全部客满 门口还排起了小队 每个客人面前 都有一个小火锅 热气腾腾的 为这个秋夜 增添了丝丝暖意 今天点的是什么锅底 潮粥 潮粥锅底 你说潮粥满脑 全是潮粥的粥 对 潮粥锅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潮上的锅底的话 配那个海鲜比较好 是不是跟用四川的锅底 吃火锅 是吃法上也有区别的 完全不一样 四川的锅底 可能麻辣 就是刺激一点 它这个可能比较清香一点 一开始是清淡 但是涮完之后是很浓的 就是说各种料 就是涮进去以后 这个味道会慢慢慢慢 就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是还不错 有一种边吃火锅 边吊高汤的感觉 对 这里一共有九种锅底 人气很高的就是潮粥锅 和仙人生锅 很多食客都是先喝汤 再涮海鲜和肉类 他们这边海鲜蛮新鲜的 我们刚刚吃了生蚝 还有扇贝嘛 都很大 很新鲜 还有那个鸡尾虾 这个海鲜 一个比较新鲜 然后二就觉得 生吃的话 好像也是比较 还生吃的 我们刚刚有同事吃的 就把这个涮的海鲜生吃了 对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 还比较新鲜的感觉 所以就生吃了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荤的嘛 可能一些肉类啊 什么比较入味 肉感比较细腻吧 这种口感挺不错的 表面肉质也比较新鲜 我们点的这个 还是肥瘦都是满均衡的 我觉得味道也不错 我看他们家这个牛肉 切的好像要比一般的 稍微厚一点 对的 对吧 所以说嚼劲 也有一点嚼劲的 他们家有两种自制蘸酱 一种是酱料 比较厚一点的 像他的那种是酱料 像我这种就是自制的酱油 可能就是比较稀薄一点 但是味道还是蛮浓的 蛮入味的 因为肉的本身 没有什么味道的 那么可能沾着这些浓的酱 海鲜 就是你沾着这种厚的酱的话 那就是酱的味道 就盖过了海鲜的那个鲜味了 先涮海鲜 将汤底的鲜味调出来 再涮肉类和蔬菜 味道更加鲜美浓郁 不一样的锅底 涮不一样的食材 这个是有讲究的吧 这多多会有一点 假如说我们的海鲜 那就要涮清淡点 如果你用涮麻辣这方面的话 它会把它的胃给遮住 只有用清汤来涮海鲜的话 它会保留它的原汁原味 它会更鲜 我今天点的是一个小人参锅 你觉得可以吗 本身这个海鲜营养价值就很高 然后呢 你又再加上这个人参锅底 吸收了不同的营养 所以效果会更好 营养翻倍了 然后食客们也说 你们家海鲜很新鲜 然后这些肉都不错 肉我们吃奥兹的牛肉 奥兹的牛肉 对对对 奥兹的雪花牛肉 其实几个朋友一块去 点个海鲜拼盘 加个牛肉拼盘 各自在点上不同的锅底尝尝鲜 大概人均在130元左右 这里也提醒您 到这家吃饭 最好提前订个位置 否则排队可要排上一会 第五站 郑大乐城 小灰哥火锅 这里就是淮海西路 和黄平南路的交叉路口 在这边新开了一个商场 我的很多朋友都跟我说 很棒 因为他们说这里面 充满了艺术气息 感觉有很多的艺术家 也参与了这个商场的设计 但是我最好奇的 不光是它有多么的有艺术感 最关键的是 里面有些什么好吃的 我们这就要继续 帮你大探一番 走 美食新地标第六站 K11 开业时间2013年6月 上榜添加9点半 上榜里游 艺术感十足 新商场 为一份下午茶好去处 充满艺术氛围的K11 坐落于淮海路上 我们选择在午饭过后来这里 但倒不是为了寻找美食 现在午时已经过了 可是依然非常热闹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在吃下午茶吧 那我们去看看 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在午后时分 享受美味的下午茶 而这里的环境和空间 再合适不过了 你好 今天是过来吃下午茶 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 因为上海觉得 这里环境还不错 然后觉得 看着人还很多的 然后尝尝一点味道 其实我是第一次过来 这些商场 感觉挺新鲜 上海也有一个K11 也有一个K11 这个上海的K11 跟上海的K11 有区别吗 还是一样的 这个比较大 然后那个设计也很不同 这空间感到大很多 除了环境不错 美食才是我们的重点 而这里的巧克力 就是吸引人群的原因 我偏爱这个 因为它上面是甜的 下面是苦 一勺扰到底的话 吃起来 感觉还挺不错的 上面甜的 下面是苦的 先甜后苦啊 这样一起吃 它吃起来 然后就不会太甜 也不会太苦 就是刚好在嘴巴里 有一个融合的一个过程 对吧 对对 这个的话吃起来 就口感应该比较湿 然后呢 它一层层的 然后在嘴里面 感觉还挺不错的 就这个感觉 是用巧克力做的典型 那这个是一整块 很浓郁的 很实在的巧克力 这个应该是 好像是冰的白巧克力吧 冰的白巧克力 对对对 然后我上面是 放油放奶油的 撒点可可粉嘛 觉得还蛮好喝的 就是说 其实你说黑巧克力 我们在外面 很多地方都喝过 但是白巧克力 还蛮少见的 对对对 我觉得 因为我个人口感嘛 就是我不喜欢 很苦的嘛 我觉得这个冰白巧克力 还蛮好喝的 从冰饮白巧克力 到云顶蛋糕 这里充分发挥了 巧克力的浓郁味道 而千层黑巧克力 蛋糕更是这里的招牌 而且我看到你点了一个 他们家好像 比较有特点 这个什么 千层蛋糕是吧 他们这个层色很好看 第一眼看上去 就比较想选它 那它每一层 每一层都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层巧克力 加了一层什么吗 有点类似于奶油吧 反正口感还蛮湿润不错的 是香港人对吧 对对对 所以在香港吃了 然后到那地来发现 哇 这边也有 那这家做的 跟在香港吃到的 怎么样 比较一下 那个巧克力 都是那么浓那么好吃 这个是巧克力千层 千层高吧 我觉得 然后这个是 维尔的 维尔的 我发现这个应该是 他们家比较有特点的一个 因为我的外面很少见到 我听那个老板介绍 就是这两个都是 卖得很好的 这个是特别好 很快就没了 那这个吃上去 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 怎么样的感觉 其实层次很好 这个有点 这个其实都浓 不过这个更加浓 就看人家喜欢 我是喜欢这个多一点 那你觉得它巧克力的品质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然后今天它是 每个人配搭的一杯咖啡 这个是好的配搭 这种千层黑巧克力蛋糕 口感湿润细腻 层次丰富 而且完全需要手工制作 所以每天的产量可是不高 因为我刚看到 切开以后 里面好多层 一共有 多少层这个巧克力 它一共是 大概22到24层 然后它是巧克力皮 加上巧克力卡斯塔的那种 在店里面就是 我们厨师就会慢慢地 就用原味的巧克力 那些巧克力豆豆 然后就弄成一个巧克力卡斯塔酱 然后就加一些淡奶油 打出来的 那个口感是比较滑一点 虽然看起来简单 但是其中的手感 可是要长期训练才能达到的 而当中的巧克力酱 也是这里独创的配方 最后的阶段 再撒上一些可可粉 一个千层巧克力蛋糕 就做好了 就是你切下去的时候 你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蛋糕是有韧劲的 每一层巧克力的那个皮 是有韧劲的 然后奶油是很滑的 所以是跟上拉拉链的 一样下去 我想吃下去的口感 可能也是这样的 这个中间 夹在中间这层淡奶油 非常的顺滑 到嘴巴里面就滑了 但是呢 这个巧克力的皮 确实是跟手感一样的 很有韧劲 你要稍微的咀嚼一下 然后它才会和那个 中间的蛋糕的奶油 融合在一起 但这个呢 是有一点甜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配上一杯咖啡 原味的咖啡在一起 是再合适不过了 美食新地标第六站 K11 9点半 接着我们来到 方殿路上的喜马拉雅中心 这里有一家泰国餐厅 据说他们家的美食 光看外表就很吸引人哦 比较深刻的话 我觉得是这道 金钱包 这道菜平时好像 不太在其他泰国餐厅 也有看到过 这道应该是我每次必点吧 因为它看着比较有食欲 而且挺好看 不用花大钱 不用买包包 只是一盘泰式美食 够创新 够新意 足够让女孩子们惊喜 那么这金钱包 究竟是什么包呢 美食新地标第七站 喜马拉雅中心 2013年6月开业 上榜店家 泰国泰国休闲餐厅 上榜里有 金灿酥脆 馅料丰富 小小金钱包惹人爱 金钱包好 平时就非常好 寓意很好 关键它这个味道里边 金钱包好多里边 是只有肉啊 这种咸香的东西 那这个里面它有 虾仁 还有这个香蕉 还有那个玉米粒 也是很清爽的口味 其实很好吃的 转了一圈 我们发现 这金钱包 几乎是每桌必点 夹起一个轻轻一咬 炸得金灿灿的外皮 就立刻入口 清脆的声音 到处可以听到 可见这外皮有多酥脆 无限啊 你也来听听 上面呢 它好像是用春卷的 这个皮包的吧 炸得很脆的 但是跟春茧皮 不是像沙海春茧 这么弄一个 它是比较脆的 上面的那个 很脆的这个东西 就像薯片啊 这些羊的 就在这里很有嚼劲 脆脆的外皮下面 还包裹着满满的惊喜 金钱包的内馅 可是这主厨自己的创意哦 开始我也是觉得 实际上是个典型 可能里面搭配是主食 但其实咬下去 里面可能是虾 还有一些水果 比如香蕉等等 把那个虾的 鲜甜的味道就带出来 应该是里面有虾肉 然后有玉米 还有青豆吧 应该是 吃口上的话 因为虾肉 它会比较鲜甜嘛 然后我觉得 又配合到蔬菜的这个味道 所以整体感觉 就是还蛮饱满 它有的自制的酸梅酱 酸梅酱再加上 它这个香蕉的甜嘛 配在一起 就酸甜的 很爽口的 我一般平时都喜欢 先这样吃一个 然后再吃一个 酱油这个酸味嘛 各种这个复杂的味道 很有层次感的这种 青甜软糯的香蕉 搭配上新鲜Q弹的虾肉 混合着爽口的蔬菜粒 软硬适中 口感丰富 营养健康 再用着中式春卷皮一包 造型叠致可爱 新鲜的食材 只需炸两三分钟 就可以出炉了 这炸好的金钱包 被放在精致的盘子之上 围上雕成玫瑰花形的 各色萝卜 再搭配上酸酸甜甜的 梅子酱 难怪能讨得 女孩子们的欢心 如果你也想品尝一下 这小清新的金钱包 可以乘坐地铁七号线 到花木路站下 步行两分钟 就可以到达了 美食新地标第七站 喜马拉雅中心 泰古泰国休闲餐厅 好大家看到我现在身后呢 这个建筑就是环球港了 站在这个广场上面 放眼望去 我发现有好多的地铁口 你看那边是金沙江路站的五号口 然后后面呢 这也是一个地铁出口 然后那边呢 还有轻轨啊 刚刚我从高度地铁上看了一下 那哦 这个线就是13号线了 然后后面呢 就是三号线 所以啊 这里的交通还是很方便的 关于环球港呢 我也是第一次来 里面据说非常的富丽弹簧 马上我们就进去看一下 走 欧式的建筑风格 错落有致 而别具匠心的玻璃穹顶 也让人倍感舒适 如此的浪漫情怀 会有什么样的美味等着我们呢 美食新地标第八站 月星环球港 2013年7月开业 上榜店家Kika 上榜里游 看冰棍72遍 独特造型吸引眼球 大爪子 小黄鸭 这些呢 可不是玩具 通通都是藏在冰柜里 可以吃的冰棍 这些可爱的造型 吸引了一大批的年轻人 买上一根拍个照 店家也把这些照片 贴在店里留作纪念 刚刚我过来 看见你们就围在这个面前 进来以后 看到这些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感觉怎么样 好玩 然后觉得还蛮新奇的 你看有不同的造型 感觉好像应该蛮好吃的 你选的是什么味道 熊掌味的 熊掌味啊 熊掌味的品牌 熊掌样式的 但是是什么口味的 就是草莓的 草莓的 然后这个呢 也是草莓的 这是草莓 草莓加什么 酸奶 草莓酸奶的 哦 那是一个什么口味的 黑巧克力的 黑巧克力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 看上去特别像冰棍 一开始觉得对 它像冰棍 然后吃上去其实是 就是雪糕那样子的 我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甜 如果再有多一点的那种巧克力的苦味 应该会更好一点 你今天点的是一个什么口味的呀 是一个芒果蒜 对 你点的这个是小黄鸭造型的啊 对 现在已经被我 头都没有了 然后都被我那个吃掉了 但是真的很好吃 看来很讨女孩子的喜欢啊 你看还有这种玫瑰花形状的 它是一个怎么样 一个选的一个过程 哦 因为选的都在这边 可以自己随意搭配 有三种组合嘛 搭配在一起就可以了 是巧克力 草莓和芒米酒 嗯 这个混搭是不是也有 也有你的理由的 哦 因为我比较偏爱巧克力嘛 然后其他就是 比较好看啊 这家冰淇淋店 主打各式造型 外点呢 就是一个创意 放冰造型蛮多的 然后主要主推的 还是这个像这个熊掌 还有格瓦拉 还有就是很多造型 都是我们店 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冰棒 你看似像冰棍 但它全都是冰淇淋 它都是采用 意大利的吉拉筒来做 什么是吉拉筒呢 就是意大利的手工冰淇淋 就叫做吉拉筒 原来这些看似 硬邦邦的冰棍 是用软冰淇淋做的 由于是工厂统一配送 我们无法了解 它的制作工艺 不过店家现场 制作了他们的招牌玫瑰花 首先我用这个 薄荷巧克力的做花心 这个薄荷巧克力 它的口味就比较清凉 而且颜色嘛 你做成玫瑰花 也比较亮丽一些 而一般我们这个冰淇淋 它从填充到制作完成 它的容量大概在165克左右 就双重巧克力 来做另外一个花瓣 口感是非常非常纯的 也是这个店铺里面 点击率最高的一个 我们每天都会准备 六个不同的口味 然后来专门制作玫瑰花 但是客人在选择的话 是根据需求来选择 一般不超过三个 我们都帮客人制作 不过话说回来 三十几元的价格 还是有些小贵 但是店家强调 都是进口的 意大利软冰淇淋 成本比较高 你看啊 其实这个玫瑰花瓣巧克力 你可以自己定制的 每个花瓣的颜色不一样 那它的口味也不一样 我选的是淡酒和薄荷巧克力 还有这个草莓的味道 我想咬下去 它们混合在一起 一定非常棒啊 来赶紧 不然画了 哇 这个冰淇淋真的 做成这样花瓣的形状 不光是样子好看 你抿下去 你会感觉到 整个冰淇淋在你嘴巴里面 从一个冰冰的状态 到慢慢地变成液体 有一个融化的过程 哇 这个过程 是非常非常美妙的 底巴站月星环球港 Tika 真的因为我以前不知道 这下面有一个 这么大的美式广场 今天我下来看了一下 发现真的吃了很多的 那边有很多 比如说什么 章鱼烧啊 串鱼烧啊 关东煮啊 都是可以拿了就走的 但是中午的时候呢 想要找一个地方 叮叮叮叮 坐下来吃一顿饭 也有 我刚刚看见 这家里面人特别多 而且你看 现在门口还有很多人 在看这个菜单 我们也来看一看啊 看看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啊 这边有拉面的套餐 乌冬套餐 然后家常菜的套餐 这些菜看起来都不错 但是关键是 现在继续有没有位置呢 先继续看一下 起码可以问问大家好不好吃 对不对 走 北市新地标第九站 上家中心 2013年7月开业 上榜店家 鸟星 上榜里游 日式串烧鸡当鲜 拉面定时 白领爱 一走进店里 行行的嗅觉 就被一种味道淹没了 那就是鸡肉的香气 原来这是一家鸡肉料理店 都是关于一些鸡肉料理 吃了以后觉得怎么样呢 还可以蛮好吃的 哪几道是你觉得比较好吃的 这个火锅 鸡肉火锅蛮好的 这个 我看你们都吃光了 他们因为以鸡为主 所以这方面鸡的制品 都做得非常好 炸的这种 今天是第一次过来吗 对 你觉得他们家 做的比较好的几款鸡肉 分别是什么 我也没吃过很多 就是照烧鸡 炸鸡什么的 都还蛮有日本特色的 他们家店哪道菜 是你最喜欢的 我比较喜欢他们这边的拉面 那个白桑拉面 对很清淡而且口味也很好 汤头怎么样 汤头很鲜美 对是鸡汤熬出来的 看来这家的鸡肉料理很受欢迎 而午饭时间附近商务楼的白领 都会过来吃工作餐 大多选择拉面和定食 不仅味道好 而且价格也比较实惠 因为其实之前的话 在这边开会的话 你能够选择的中饭 中饭的地方可能很少 那然后这边开了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下面大概有整整一条美食街 你可能选择的范围很多了 这个美食街好像吃的东西也蛮多的 那今天是怎么说要选择这家来吃的 因为看到它好像外面的品种很多嘛 所以就进到 它这上面有菜名 然后后面这个是价格对吧 这个价格海鲜面38 炒蔬菜18 然后你的这个饭是这个吗 48 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一份饭它是一个套餐的对吧 中午嘛 就是这种地段的话 一般还行能够接受 像这个店 像这个商场的话 交通怎么样你了解吗 就是比如说 想从其他区域过来的话 怎么来比较方便 这边公交车有蛮多的 就在那个新红桥中心花园 对面那里有很多公交车站 然后地条二号线过来也很方便 日式的定食和拉面套餐 都在40元左右 我们来到后厨发现 这里的串烧都是日本师傅现场烹制的 而卖的最好的要素炸鸡翅了 它的这个腌制方法是什么样的 腌制方法的一般的话 我们先把鸡翅来了以后 先洗干净以后先腌 用鸡翅调料先腌完以后炸 炸完以后用日本进口的调料 排下来上粉 这个鸡翅咱们不是这烤的 也可以烤是吗 有烤的鸡翅 也可以烤的 但是咱们店特色是炸鸡翅 对 您说那个日本的特殊的一个调料 是什么样的 一种味粉 不是自然粉的味道啊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尝一下吧 这么长 基本上尝不出什么味 感觉是融合了很多香料在里面 要鸡翅腌完以后 而且来融合这种香料以后 这个鸡翅会做出来很特别 所以这个鸡翅每天可以卖到多少分呢 多少重量好了 一般的话在50斤到60斤左右 凤翅的话120分以上 所以点击率非常的高 刚刚那个粉现在有感觉了 有点拉了 它有一个反应的过程 对 很神奇 现在觉得嘴巴里拉拉的很不错 特色的炸鸡翅很香酥 不油腻 行航也忍不住打包了一份 好 谢谢 我觉得在这附近工作的人 可以来吃一碗拉面 完了以后再打包一份好吃的 带给同事 我觉得真不错 好香啊 能吃一个吗 我先走了 拜拜 第九阵 第九阵上架中心 秒星 为了让大家相信 这真的是一个刚开的商场 专门拍了康明送锦的色给大家看 对不对 因为看见这样的场面 说实话我也不敢相信 这居然是一家新开的商场 你看看 现在中午的饭店门口已经排满了人 我们过去看看 大家都等了多久 你在排队的吗 你来 你什么时候来的 等了一个小时了 我已经逛了好几家店 然后现在刚刚过去问了吗 还要等多久啊 还要再等一个小时 还要等一个小时 等了多久了呀 等一个多小时 你多小时一直在这站着等啊 累不累啊 前面还有100多人吧 美食新地标第十站 环茂IAPM商场 2013年8月开业 商榜店家道香 商榜里游香港红店 落户上海 港市点心 物美价廉 刚开不久的商场 人际已经非常火爆 这家店门口的人呢 大致数数绝对过百 不过似乎都排得很耐心 就是说你一边等位 一边可以点 对的 您今天是第一次来 还是以前来过的 我以前在香港吃过的 在香港吃过 觉得哪几楼菜 是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呀 丸仔吃鱼蛋丸 然后奶黄包 虾脚黄 我先来拿一下号吧 你好 我们一二三四 五位五位 五位 我拿个号 对面拿号 那边拿号是吧 去对面拿 我这个大概等多久 不好意思 具体时间达不了你 有可能要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左右是吧 对对 那这样吧 那个 来来来 编导你把这个拿着 等位啊 我们先去采访 西尚老师走 我们先去采访 一走进店里呢 硕大的店堂 坐得满满当当 原来不仅外面人多 里面也是人山人海 我们发现 有一桌吃得差不多了 看来是很早就来了呀 刚来的时候排队了吗 今天我们来的早 来的早 对 我们今天 9点前就来了 9点钟来 你们是来吃早饭 还是来吃午饭 喝早茶开始 一直到可以下午啊 晚上都可以在这里 不在 淮海路又进 对啊 淮海路又进 待会又可以逛街 所以特好 那您是怎么过来的呢 地铁 1号线 然后其他人的话 有10号线 也有公交车的 直接就到商场楼下了 是是是 那你觉得这个商场 给你整个感觉怎么样 它好像也是前两个月 在开业的 然后大概上个月的时候 我带我妈妈也过来看过 然后当时这家店 外面就排了很多人 然后没想到 今天还有幸运 就过来吃到了 因为今天来的早 你也是乔零来的 对的 我跟我妈妈都是 大概9点多一点到的 因为听说要排队 所以就早点来了 这家店是商场里 最早开门的9点开始 从喝早茶到午饭 再到下午茶 还有晚餐和宵夜 几乎每个时段 一直都是爆满的 而这里最畅销的 就是港式点心了 您觉得哪些菜您比较喜欢 我觉得那个榴莲酥啊 还有那个虾饺 还有那个肠粉什么的 都都不错的 总的总而是味道都可以 那您吃下来感觉怎么样呢 很好 这个味道很好 烧麦的味道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一般的都是 肉酱做出来的那个烧麦 上面加一个 但是它里面都是 虾的放在这个里面 虾的味道很浓 烧麦里面包的全部都是虾肉 对对对 叉烧也蛮好吃的 甜甜的 反正他们的广东 才做的还是蛮到家的 那我看你们怎么 都现在还没有怎么动筷子 不是动了 我们已经吃了很多了 已经吃了一轮了 这是第二轮第三轮 有趣的是 这里的点心 很多都是装在 这种彩色的蒸笼里的 隔水又不烫手 上桌才掀开盖子 经理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 我们来采访一下 是这样的 我们刚刚问了很多时刻 他们都说你们家点心 特别好吃 我们方便去厨房里面 拍一下这个制作的过程吗 因为现在比较忙 就 好的好的 那我就问问您好了好不好 您来帮我推荐一下 就是您觉得 您觉得里面 哪几款点心是 比较有特色的 比较可以代表你们的水平的 可以因为我们的 好像我们的 沙角啦 烧麦来我们的 远常 那个五宝 因为我们的大厨都是从广东过来 我们也是从香港过来的 我看 你们仔细看你们这边其实叫 海鲜火锅就这样 但是中午好像大家都 都在吃点心啊 也是有海鲜火锅的 是吧 也许有的 也许有的 因为中午那个时间 可能一般可能就赶时间 没有吃火锅 中午啊 过后一点点晚餐 要火锅的 我们还吃海鲜 很多海鲜啊 都有很多过来吃的 这边全部都是海鲜火锅里面的 一些新鲜的食材 对对对 新鲜的食材来的 我们要龙杀啊 还有那个海鱼啊 鲍鱼啊 星巴啊 很多海鲜都也有的 我们发现这里中桌和大桌的数量 相对较多 所以如果不想排太久的队 可以组队前行 人越多越好 当然店里也允许拼装 好了 我们终于也排到了 好的烧麦的皮儿 一定是很薄的 然后其实上面加了一个虾呢 它不光是为了好看 不光是为了让你觉得 哇 它很实惠 所有的鲜美的味道 全部锁在了里面 你咬上去的时候 所有的美味全部溢出来 真的很不错 我觉得确实是有他们家特点 难怪那么多朋友过来 等一两个小时都愿意 也难怪在香港 红了这么多年 现在可以开到上海来 中午来吃点心 晚上来吃火锅 我觉得这样的话 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今天呢 我们是为您发现了 十个可以好吃又好玩的 美食型地标 我觉得够您逛上一阵子的吧 不管怎么样 明天就是周末了 祝您周末愉快 最后感谢您收看 由高德地图冠名的 人气美食之周五热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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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